渣男,为还信用卡借套路带男子被百万债务后坑惨前期,最近家住成都的赵女士反映说自己和家人从去年开始以来长期遭受数十家借贷机构各种形式催款,从最开始的短信通知,电话微信辱骂,到最后这些借贷机构甚至直接上门威胁,借贷机构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讨债方式, 给赵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赵女士告诉记者,她自己收入颇丰月薪在三万左右,从来没有向任何借贷机构进行过借款,通过整理这些催收电话和信息,赵女士发现,借贷机构无一例外地将矛头指向了一个曾经她最熟悉的人自己的前夫周某,两人从小青梅竹马,两人很快从恋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可是从前两年开始,赵女士发现,平时少颜木讷的前夫周某的行为,变得有些怪异,她开始不断偷家人的钱连女儿的压岁钱都不放过,不仅如此从去年三月开始,赵女士便开始接到各种借贷平台的讨债电话, 由于前夫的种种怪异行为,让赵女士对其人品产生了怀疑两人人经过协商同意离婚,离婚之后赵女士从家中整理出大量借条前夫,仅仅是欠条上的本金负债就达到了一百多万, 而自己居住的房子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居然被分别做了两次抵押,而且均适用于借款其中第二笔抵押贷款,更是高达六十万房屋被抵押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前夫居然失联了正当赵女士缓过境而来的时候, 自己的车子也被借贷公司抢走了赵女士前前后后估算了一下,前夫光是从家人手中索取的现金和抵押的房产车辆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了两百万元, 本月初在赵女士的联系之下记者终于见到了失踪大半年的周某周某说,自己当初为了还一万元的信用卡借款,找了一家借贷公司, 做了三万元的现金借贷,本来是为了应急加上自己有个稳定的工作和家庭,也就没把这三万元当回事儿, 可谁知道只从那次借贷之后各种借贷平台的电话就接踵而来周某告诉记者,前前后后他找过的借贷公司至少有几十家, 这些借贷公司往往会在约定的还款日期,找不到人从而导致自己需要缴纳巨额的违约金, 不仅如此借贷公司,还会用其他各种名目来掩饰他们之间的借贷行为,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脅迫当事人签订,远高于实际金额的欠条随着借款的堆积如山, 事情已经发展到周某不能控制的地步,目前赵女士和周某已经向多个涉案地点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针对此事警方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明天就走在aha外面,并不开